主席各位同仁 我们现在所有的现役军人也都受到了我们司法议员化回归宪政体制 本席在这里除了恭喜我们国家迈入了真正的民主宪政之外 还是要提醒国防部法务部 他们这两个部会面对的是这个法通过之后 承担起更重要的责任 大家应该要想到过去的尹清风案 江国庆案甚至洪仲秋这个命案 事实上很多都是在第一线调查的过程里面就出了问题 那我们希望国防部能够真正的面对这次的改革 他能够正确的跟法务部能够衔接起来 不要将来我们让司法承担起所有的一切 要调查要追究要审判要处罚 可是所有的证据都在国防部身上 国防部还是以假国家机民 还是以假军事机密之名来抗拒 来阻挠司法调查 我们希望改革是全面的 国防部他的民主素养 可能要透过这次的军事审判法的实践 才能真正的保障到军中的人权 我们乐意相信国防部 经过这个校训之后 他愿意一起跟我们走到民主这条路 真正的面对过去的包袱 洋气他 我们一起改革 期待国防部跟法务部一起 跟我们全民共同努力